刚才我看了这个视频,关于批券的视频,我想早上学生在这儿,我给他距离纠正一下,然后把要点给他讲一下。 在理念的时候,我们针对性,就针对一个朋友的视频,我做一下这个真正。 首先,他先打一两遍,平常动作,稍微距离线,终于终于,终于,终于。 终于,终于。 终于,终于,终于,终于。 到现在,他就这么动作,他跟我练了没半时间了,架子还算可以,力量不是太好。 首先,要注意这个问题,前手不要太高。 因为,因为,这个身子要,要一个角度,什么角度? 一般来说,这样的30度到15度的角度,不要这个指,第一个。 第二个,这个手的角度,不要太靠肩前,裂乱中线,裂乱中线。 第三个,这个指尖一定要用力,它是根本地不出来的。 虎口一定要原称,掌心内涵,坐腕,坐腕。 什么高度,一般来说,是胸的高度? 后手护旗,或者是略移的地狱旗,只先几条钳,所以他听得很恐怖。 后手护旗,后手护旗,后手护旗,就是单狗护旗,也是单狗护旗。 所以,后掌掌跟踏地,指尖方。 然后,在这个肚子头上,下头回收,然后要紧背松胸,背,要软腿。 后手护旗,前脚先冲前,这可以。 膝盖要前顶,但是腿还要保持这个宽度。 重心靠后,一般三七四六都可以,或者四五五都可以。 关键是后脚的膝盖,后腿的膝盖,要处的脚都双向。 这就是基本的价格,可以了。 在这个基础之上,在动作,走多于三十度。 这个动作好像少不一样。 这个动作,怎么一样。 这个肚益一定要往回抓,一定要稍微走弧线直,走向。 然后,指尖还挣前上,挺高一点。 然后呢,到这个动作,身的没有用下沉。 身的下沉是通过坐胯来完成。 记住,通过坐胯来完成,身子下沉。 这个角度是你可以,这个可以当个装弓来站。 可以站着你装。 然后呢,身的尽量往前,往前起。 这个,这要紧,这个要松。 然后呢,脚尖可以越着地。 然后,踢的时候, 这个时候。 这个时候,前手是往下踢。 这个前往下,这样。 往下踢来,走多一点。 5万。 P盘中,每次都自动纠正身形。 比如说,C再看一遍。 这个B是不是弯了? 指尖是不是用力了? 这后,是不是张开了? 中心是不是太靠外了? 前后,是不是按住了? 然后呢,稍微下跌,摆回上踢。 每次到处动,就搞定一遍。 所以,他的问题上,他就是没有往下踢,没有往下踢。 所以,这是不太好。 第二个呢,这个发力的步骤中,不要是这样多快速。 先慢后快速。 所以说,这样那场之后呢,就能把这个力量发出来。 希望您将来按这种基本的原则去做,慢慢就能练出来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